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魔王仲介服務處的時間啦 來看看今天又要幫哪些小動物們找房子啦 把每個客人找到最適合他們的房子就是我們的工作唷 每次補充卡就換到明天靠近了 那要我先準備好了 那我們開始來幫今天第一位客人大解頭 佈置他的夜店吧 首先壁紙選擇這個黑色皇冠壁紙 地板則選用紅黑色塑膠磚地板 先準備好一張雙人座沙巴 再來把餐館霸台桌擺出來 再佈置餐館霓虹的招牌 接著配合地板的顏色 我們選擇一黑一紅的彈珠台 再架設兩個飛鏢把 接著設置一個撞球桌 並在撞球桌下面鋪一層紅地毯 牆壁上再掛兩台壁掛式電視50寸 接下來為了符合法規 我們必須在門口設置這個緊急逃生出口 隨後在店內架設一個點唱機 然後在店內播放拉格泰姆音樂 一切就大功告成啦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大解頭 教屋成功 在家裡的音樂 有請檢查 哪一位客人的電視 還有一位客人的電視 有請來的電視 有請問 我請往討釋 妹妹 和adem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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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硬 牛 牛 牛 em 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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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們開始來為克力斯布置他的房間吧 首先壁紙我們選用蘑菇森林牆 地板则使用蘑菇森林地板 接下来来使用大量的蘑菇家具 黄色的蘑菇洋散 再放一个蘑菇屏风 接着再放一个蘑菇树干 接着中间放一个白色的蘑菇桌 再放一个奇怪蘑菇的蘑菇凳子 因为使用了各种不同颜色的蘑菇家具 看起来就更自然了 接着放一个圆木花园堂椅 野外求生的必需品朴素DIY作业台 最后再放置两盏蘑菇灯 接着我们放一个落叶炊火 刚摘来的蘑菇刚好就可以拿来这边烤来吃 再来在桌上放一个马克杯 音乐播放的部分则使用卡带收音机 选择适合在野外播放的KK乡村 这样就全部搞定啦 今天第二位客人克里斯 角屋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来开始布置娃娃的可爱房间吧 要符合娃娃的颜色呢 所以我们必只要选用蓝色简约不勉强 地板则选用蓝色点点地板 接着我们只要把整套的可爱系列家具搬出来就可以了 可爱椅 可爱沙发 可爱茶桌 可爱床铺 可爱衣柜 可爱梳妆台 可爱落地灯 可爱DIY桌 可爱壁挂钟 可爱音乐播放器 有了这些家具谁还敢说你不可爱呢 接着把家具给旧定位之后就完成啦 再来播放娃娃喜欢的只有我 这样娃娃的蓝色可爱小套房就完成啦 今天第三位客人娃娃交屋成功 我去 enjoyed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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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很成型了 令人爆 Leuten payload ți看Pieber broadly 底,爪滑 最後 cuadroen 再加速大家 好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幫皮蛋佈置他的中式小吃店 首先牆紙我們選擇竹簾牆 地板則使用竹子地板 接著我們從廚房開始佈置 爐灶廚房 接著放一個東方風屏風 把廚房與用餐區給隔開來 再來放一個枯竹色的竹長椅 長椅旁邊再放一個東方風矮櫃 中式料理會用到的蒸籠 再來是用餐區的部分我們擺一張中式餐桌 再來放兩張中式椅子 另外再用餐區下方擺一張紅地毯 店內佈置的部分我們放一個櫻花樹枝 再佈置一個石水盆櫻花 再來是壁掛物的部分我們要掛一個廚房掛鉤 東方風裝飾架 最後在門口掛一個中式燈籠 音樂播放的部分則使用有懷舊感的留聲機 再來播放適合餐館的KK中華 這樣一切就搞定啦 今天第四位客人皮蛋 教屋成功 好的 歌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